把娃娃菜倒入滚烫的油锅里面炸一炸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家常美味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啊 大家好,我是秦师傅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分享干部娃娃菜,超简单做法 清洗干净的娃娃菜 从中间给它一开为二 再给它切成八块 如是瓶酥酱酱操作 娃娃菜要比大白菜好吃 它特别的嫩 但是很多人不是炒就是蒜蓉蒸 今天分享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 下饭 搞一把大蒜头 用刀轻轻的用力给它拍一下 放在碗中备用 再搞一点点生姜 搞点小米椒 在里面更好吃啊 给它切成圈圈就可以了 把所有料全部放在一起 这道菜好吃的关键在于这个密制干锅酱 它不仅可以做娃娃菜 用来做干锅牛蛙 干锅肥肠 干锅排骨 干锅鸡都非常不错 只需要往里面加入两勺这个酱就可以了 其他的什么豆瓣酱老干妈的 通通都不需要放哦 油温八成热 倒入娃娃菜 给它炸十秒钟左右 然后倒出控油 不用洗锅 下入一点比较肥的五花肉片 给它炒出油脂 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刚才准备好的 蒜片生姜 小米椒和干锅酱 给它炒出红油 炒出香味 什么豆瓣酱蚝油生抽的 通通都不需要放啊 倒入刚才找好的娃娃菜 转大火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炒出香味 炒出锅气 就可以出锅 装盘 把炒好的娃娃菜 装入一个烧热的砂锅里面 能再次唤醒它的香味 也能起到保温的作用 那么一道非常简单美味的砂锅娃娃菜 到这边全部制作完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